哇 蒸醬酒 一颗颗肥美干貝煎的滋滋作响 还有这道蒜蓉蒸沙 铺上蒜头 蚝油酱油 等电锅跳起来 不用精湛厨艺几分钟就能上桌 看准冷冻年菜商机 量饭店业者举办百人饗宴 教你怎么把冷冻食材 变成一道道年菜 最深刻的应该是金沙虾球 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就是 不觉得会有金沙流沙的味道 但是一吃下去才会感受到 那个味道 干贝跟虎斑鱼 是觉得很新鲜很好吃 除了肉类 海鲜等各式食材 最热销的当然还是 微波就能吃的佛跳墙 与鸡汤类商品 年菜大阵开打 业者紧抓两大趋势 我们有特别加强 我们的素食餐店 有至少多十款以上 再来就是针对吃辣的部分 除了年菜以外 也会希望说搭配一些 好比辣的卤味 或者是辣的锅物 或者说像是辣的一些 好比说酸辣鱼这些部分 是在过年期间非常开胃的 预期在这一波的成长部分 至少可以成长 五到十%的一个空间 如果吃你中式口味 也能考虑一国年菜 你好 这是我们年菜 限定的红韵酸辣海鲜锅 白虾中卷配上香茅跟柠檬叶 泰式连锁餐厅 也推年菜组合 要保留美味口感 业者主动附上 保热容气汉 保热带 八人份年菜价格落在六千多元 也有台中知名韩式料理 主打韩式猪脚跟辣炒年糕 八人份七千元油爪 锁定每年六十亿年菜 外带商机 尽管离农历过年 还有一个多月 年菜大战已经开大 这新闻中博道 立刻下载禁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